很精進,很多弟子很精進的 我知道 他們每天都念咒 哇 念念念念念 這個高尚師教給他們功課 連進尚師高安門教給他們 你咒要遲幾萬遍 你這個要大禮拜要做多少次 這個高尚師他做出來功課 另外這個 紫蓮堂 另外立會尚師他也經常發功課 給所有的弟子你要做多少 你要做多少 什麼要多少 善事要做多少 經書印多少 什麼做多少 哇 踏踏得多 是,大家都是在精進 但其中有很多弟子 他是沒有了歸一丸 偶爾去同修修修法 回家 又忘掉 這個 這個 就放逸 這個 不修法 把修法當成一個工作 不是當成一種享受 當成一種工作 當成一種 好像是說 累贅 啊 當初不皈依就好 一皈依好苦 每天還要找出時間 要進到密壇 去那邊修一次法 哪有啊 多 算了 我去秧酒比較好 對不對 這是想法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 不會有成就的 這樣子修行 不會有成就 精進就是 全心全意 投入 有很多人發心很好 剛剛出發心了 這個 《法言經》裡面就提到 出發心 你只要保持出發心 你就成佛 很多人 剛開始拜佛的時候 我一定 扶持真佛中 跟佛菩薩化院 我一定 扶持師尊 我己功尽瘁 死而後己 出發心很好 我一定好好 學佛法 一直到 這一輩子結束 我生生自私 跟隨師子 我還沒有幾年了 都嚇死了 沒有幾年了 不必幾年就完了 出發心 都很好了 所以講 出發心能夠保持 就一定成佛 因為你精進了 不過出發心 還要配合長眼心 你這個時間 出發心這種精神 這種精進的精神 要很長 很眼 你可以 可以有成就 所以出發心 很勇猛 虎頭老鼠尾 虎頭尿尾 不是我們弟子有 很多上師也是一樣的 剛開始 師尊 哇 很這個 很怎麼樣 拋陀爐 灑熱血的那一種精神 師尊 我扶持你 一生一世 永遠 生生世世 跟隨你 我跟你頂禮 我扶持這個 征活祕法 我要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講 我說慢吃 我再觀察你一陣子 那我再看你一陣子 哇 這個氣球已經消風 出發心很好 出發心是不錯 長眼心沒有 長眼心沒有 這是人的毛病 眾生的毛病就是在這裡 我問他說為什麼 現在這樣呢 他說我已經病了 病 我說什麼病啊 他說結症 他得了結症啊 心都死了 那個心啊 出發心啊 已經沒有那個心了 只是出發 出發就 就沒有 所以佛阿元經 講得很清楚 保持出發心 有長眼心 一定成佛 這個就是精進 啊 這個精進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曉得這個 一切成就 都需要靠精進 那麼第五呢 就是禪定 那麼禪定我們昨天就講過了 第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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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剝葉 那麼剝葉我們昨天也講過了 這個六度萬行 把這個六度發揮出來 就變成萬行 那麼第一個就是不思 第二個慈戒 第三忍辱 第四是精進 第五是禪定 第六是禪定 這個就是六度萬行 我們學佛的人 我們學佛的人 你當你這個知道了 四聖地 得到這個阿羅漢 再由阿羅漢 轉為菩薩 就是要靠這六度 六度 六度是屬於大臣菩薩 所做的 那麼大臣的思想 是這個佛陀 本身他在中期的時候 他講到這些很多大臣的這個經典 講了很多大臣的經典 剛開始跟最後 這個都講四聖地 那麼他中間他有提到這個大臣菩薩的這個思想 那麼佛陀本身的這個教導 我們知道 邪佛的人 你邪佛遵守佛的這個介力 用佛的這個六度菩薩的心 那麼知道這個無常的道理 那麼知道怎麼樣子去出離 或者你當一個在家基士 也一樣可以修行 這個出家跟在家 都有他的這個很好的這些妙法 都有也一樣能夠得到成就 那麼你這個在學了六度以後 你就是成為菩薩了 由阿羅漢果再轉為菩薩 在智傑傑他 傑行圓滿 那麼成就了這個佛果 這個是佛法的一個重點 那麼這個三無漏邪 六度 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嗎 阿羅漢果然 阿羅漢果然